穿过云雾到达霍铜 一千三百年前这里逐渐形成村路 古镇六十多座青砖灰瓦的建筑来自明清 人们熟悉人直接操纵狮子的武师表演 而霍铜人们通过丝线进行的线狮表演 可以当作大型提线梦偶 现狮大小不一 大狮子重达三十多公斤 小的重约十八公斤 系上绳索 狮子就有了神经系统 可以坐立 蹲卧 摆手 洗猪 甚至吞云 喷火 台前幕后同样忙碌 这是三百六十度的全息舞台 二零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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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矗立在海边 泰姆山上姿态万千的石头 像是漫长时光的作品 一亿年前 地壳运动中形成的大量花钢眼 观看 感谢观看 福建拥有曲折的海岸线 和许多河流入海口 辖浦 辖 启云 浦 河流入海处 这里年平均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 水温盐度适中 与之相连的河流调节了海水的比例 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颜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海带和紫菜在这里大面积养殖 中国大约五分之一的海带和紫菜 出自这里 白鹿一过 船只开始穿梭在紫菜架之间 辖浦六万多亩的紫菜 到了收获的季节 对于捕捉美的眼睛来说 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收获 旅程继续南下 抵达福建第一大岛 品位千交百岛 沿江而上 穿越时空去探寻一个千年古岗的前世今生 探访三方七象 走进名人辈出的有福之地 体验荣诚生态之美 平潭岛也称海滩 沿江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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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